他说如果是拿剑的话,我们要往边,要往边的话,往前是不要动吗?是不是这样子? 往边呢?往边还是一样,这个不要动 剑尖不要动 我在这个地方,这个我往这里走 剑尖,剑尖不要动 这是一味的方法之一 就是说,拳也是,我们要移位的时候 我们要移位的时候,你如果是,我们一般移位,要移,移动 不管是往前,往两边,一般是这个须,须的腿嘛 是不是这样子,须的腿这样走,这个移位 是不是这样子,是用这样子移位 这个移位第一个,距离有限 距离是在别人的设想内 是不是 第二个,慢 慢 所以我们要练什么 所以我说,这边的你要练什么 你要练这个膝力抬,膝盖抬起来的力量 就是说,当我们要移动的时候,我这个脚要走了 我这个膝盖一动的时候,我的膝盖一动的时候 这个力量就能把我带走 要不动 而不是靠重心转移动 当我要动了 当我要动了,我要往前了 我要往前动了 我不是靠这样去动 当然我们有教过另外一种是移,移,移,移当 那个是力,是不是这样 这个是,当我要动了,我的膝盖一动的时候 我的膝盖一动 就走了 重心没有换 看不懂 所以我的膝盖 我的膝盖往这边 我的膝盖往这走 我这个力量 我这个力量 要带动我走 看不懂 所以八卦拳走走为先 移位 移位对八卦拳来讲 是很重要的 移位是很重要的 你必须要具备的 那我们讲过移位的方式非常多 重心 重心也是移位 是不是 当也是移位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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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移位 尤其当你要转换 小方位的时候 他在我前面 他在我前面 我在这边 我要转换小方位 比方讲 我要转到这里 一般来讲 是什么 一般来讲 我要走这个位 移位到这里 就是这样子 可是你这样子的时候 当我要移位 移位 这是这个理 但是你这个能力先要有 你会用这个能力 所以我说你提起来 你的行程不是这么远 你的行程不是这么远 你要练习什么 起来在后面这一点 这一点 拉 后面这一点 拉 拉 拉 变这个力量 看不懂 你是这个地方 用力太大了 你这里用力太大了 你就起不来 这里死掉了 不是 不是你的提供点 不是 是 是 当我要移位的时候 当我这个要走 当我这个要走的时候 我不是在这里的力大 我不是在这里的力量大 我不是在这里的力量大 这里起来是轻轻的 我是在哪 在在哪里大 我是在这里大 最后一段 对 最后一段决定你要你要往哪去 不要紧 可以这样子出发 对 可以这样子出发 对 好 你是因为 那边的 就是 在最后一段 你的那个 花人的精油 不要紧 不要紧 松的 松的拉住 要不懂 啊 所以你抬起来 抬到这个地方 你往前 抬到这个地方 我往这里 抬到这个地方 我往这里 都是在 这 这一段的力量 要不懂 这个要练习 啊 好练练看 好